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下 变量定义的注意事项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 新建一个文件 请问叫 VARIABLE DEMO什么 2 因为DEMO已经被占用了 对吧 点加码 那么进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类的基本格式写出来 也就是 Public class VARIABLE DEMO2 接着是 Public Statical Void Mainstream AX 好了 到这 这个类的基本格式 我们就写完了 那么写完之后 回来我们在这里写注释 那么我们要讲什么呢 讲变量定义的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说 第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变量未复值 不能直接使用 变量未复值 不能直接使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首先我定义 一个什么 变量 Intel A等于什么 10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SYSTM.out 点什么 Print Lan 你要把谁啊 把A扔到这里 好嘞 来我们编译一下 加瓦 C V A R I A B L E Demo 2 点加瓦 加瓦 V A R I A B L E Demo 2 走你 来看 打出个10 没问题吧 这是正确的定义 那个变量必使用 对不对 那接着再看 inter B 分号 我给值了没有 没有对不对 我直接来输出这个B 我们看一下 编译走你 说什么 可能尚未出值化 编量B 你这是不是没有给值啊 所以他说什么 没出值化 没出值化 你直接使用 什么 使用不了 所以我们就说 编量未复值 不能什么 直接使用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又可以引出 编量的第二种 定义格式 第一种是 在定义的时候 就给值 其实我们还可以什么 在定义的时候 不给值 我们在使用前 给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这里 B等于什么 等于20 你看 是不是没有定义的时候 给值 但是在使用前 我是不是给值了 我们看一下 这样可不可以啊 那么 下上编译走你 可以不 可以 我们在什么 执行一下吧 走你 打出什么 打出20 我们也可以把这认为什么 是变量的第二种定义格式 是吧 定义变量 然后在使用前 给变量复值 那么第一种就是什么 定义变量的同时 给复值 这都行 好吧 好嘞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 注意事项 就是变量 就是变量 它只在 它所属的范围有效 变量 只在 它 所属的 范围 内 有效 那这里先说一个东西 变量 它属于哪个范围呢 来说一下 变量 属于 它 所 在的 那对 大括号 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 定义个变量 对不对 它是不是 这个大括号 所以 在这个大括号里面 这个变量 都是什么 都是有效 同理 这个B 也是属于这点的什么 大括号 接下来 我给大家写个代码 看好了 我直接写个大括号 OK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代码块 代码块 你知道它这样可以写就行了 是吗 然后 在这里面我定了一个变量 看这 我们写 inter C 等于什么 等于30 然后我输出这个C 好了 然后我们再编译运行 编译 执行 没问题吧 别急 我在这个什么 代码块的外面 我再输出这个C 我们再看一下 编译 走你 它什么 找不到符号 他怎么找不到符号了呢 这不是有吗 注意 是因为 这个C 是在这一对括号里面定义的 也就是说 这个变量C 只在这一对括号里面有效 出来真的括号 还有效吗 无效 好了 这就我们说的 变量 只在他所属的什么 范围里有效 接着我们说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行上可以定义多个变量 但是不建议 一行上 可以定义 多个 多个 什么 变量 但是不建议 但是不建议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什么 注重点 不然这个错误就一直存在 对吧 我 英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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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号 B 好了 写完了 那么注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定了几个变量 定了两个 什么 A和什么 B 都是什么类型 都是英特尔类型的 那怎么给值呢 我在外面给值就可以了 看啊 A等于什么 10 B等于什么 20 好 分开给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怎么输出啊 直接是 System R.Pennine 打印什么 打印这个A 接着我们打印什么 这个B OK 当然 这次打印的时候 也会什么 也会报错 为什么呢 你先看一下 编译 它什么 你在方法中定义了什么 变量AB了 对不对 是不是前面已经定义过了 那么前面定义过的变量 你后面还能有同名的吗 不能 那怎么办呢 这样吧 我把它改一下 我形成AA AA 这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那这儿呢 哎 怎么还在这儿呢 这个位置吗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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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 保存一下 ControlS 接着再编译 没问题了吧 OK 接着我们什么 执行 打算什么 1020 是不是也可以啊 在这一行上 我可以什么 定义两个变量 然后呢 再分明什么 给值 但是呢 我们不建议这样写 我们就建议 你在一行上 只定义什么 定义一个变量 OK 咱们写的就是建议这样 啊 inter AA 等于什么 10 inter BB 等于什么 等于20 然后把什么 ABB进什么 输出 然后呢 把这两个什么 注释掉 杠 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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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好嘞 来再编译 编译 执行 那这样看起来 更什么 更清楚一些 所以这种什么 不太建议 好了 就我们说的 在一行上 可以定义多个变量 但什么 不建议 好了 到这 变量的 定义的时候的 注意事项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把这 听到了 我把这种